安 flavor truth 平安之 前方的謀度 約有限量ёт 預計在下一堂課 回到校本部的時候 我們不是有佛堂嗎? xch 我們會在在佛堂中 實際就讓同學分組 分組,正修生同學有 然後,二、四、六、八、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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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到四人一组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顾着就是分批 分批进佛堂来练习 实际上摆起来 看摆得对不对 那当然不会给大家很刁难 所以你是可以带着你的秘籍 进去考场 都会不可能 所以你可以进去 那为什么这个没有 像之前法师问说 有没有参考的书 讲实在吗 因为我们这都是 先经验我所讲的 都是以实际的经验来跟大家来分享的 所以目前我看市面上的书 大部分只是介绍一些理论性的 那么在实际应用性的书籍到 大家能看到 那不过因为它的的确应用面 跟理论性这两者是不太一样的 理论性它会讲到很多 它的缘起等等 很多或者历史 很多这些关键 但应用方面就是实际上怎么样怎么做 怎么样实际上具体把它做出来 就像我们之前在教宣说 华英字幕天台唱法 这一些部分 包括上一堂课在讲两堂功课 我们在我们的早课没讲完 那当早课那一部分 同学就是觉得挺吃力的 其实后来我想起来也很难免 因为我刚听说有通了24个学分 哇24个学分 我又想说你怎么读啊 这么厉害 因为你要读 读要学要读到学分试通过 还要为考试 那这边是老师要稍微配合一下 所以说要读到短的 那也不可能是完全放的 就能到学会不可能 所以同学的出席率啊 包括你要真的学到一定的 考试准备要写出答案 那所以同学是要一定的用功的 只不过因为这么多的课程要学 那在这四个月里面 你要把这二十几个学分 全部修得好 那全部要通过啊 的确是有压力的 这我可以理解的 所以呢 真的在考试的时候呢 也不会真的让大家太刁难 但是还是要一点点的门槛 稍微一点点门槛 门槛不会很高 就是可能时间内要达成 时间内达成 但是我们会分组 分组方式呢 来进行这种考核的方式 那落地呢 就让大家有印象 就至少你要知道 它实际的布置该怎么做 实际的布置该怎么用 然后至于说 应用这个区块 我觉得很多可能就是比较 讲移轨方面的事情 移轨方面 移轨的话 之前我们讲的像天台忏法 或者是像 或者是像 有没有叫做 花言字牛 这就比较偏移轨方面的 那移轨呢 就是讲的太细 尤其像比如说讲到 咽口移轨 那么大家对待是女皇族 因为第一个 可能出校师傅比较有机会 各位居士学晚 你也没有办法做到中间去啊 所以 所以讲的一个就没有太大意义 讲实在的 没有太大意义 但是如果说我们学会怎么布置 我们还可以 我们可以在道场可以协助 或者很多大型活动 可以协助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它是必须要一定的 实际的 应用的角度 我们才会想去学的东西 所以相信今天 大家会来 上这堂课呢 主要也是想了解 佛教的这个移轨里面 哪些方法 是主要的一些原则 那么这原则 这原则以上 我们可以再多 可能多添加一些元素 但这原则是不可 荒废的 所以今天大家愿意来听这堂课 所以实际上应用的 遗轨的应用这个区块 它就讲得比较过 而且像我们今天这样讲 灿坛 灿坛可能跟我们之前的那个 大悲天台唱法 比较有一些关联 那么至于災天坛 那各位可能说 一下子还意识不到 不过 各位可以看这个 这个网络上 好像有这个影片 那大灾天呢 也是 灾天的遗轨 毕竟它 在一年之中 做的次数不多 大部分的理掺呢 我们说求消灾 或者超借的 这种机会 会多一点 但是灾天呢 大多都是在年初的时候 搬比较多一点 大多了吧 看到我们刚说水路中 因为它是固定功课 会办 那其他时候啊 办灾天的机会 就不是太多 所以大家可能 比较 没有说真的多 太多的机会去 参与这样子的活动 那水路法会 就更不要说了 水路法会 它就真的是有些 特殊的状况之下呢 大寺院啊 或者是一些团体啊 它才会去举办 这样子一个大型的 要花很多的人力物力 财力的这一个大型活动 所以呢 在 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 这解离轨啊 宴口 那么大家也是会 时常会接触到 所以这几个是最常 最常用到的 那么大家如果都能够 了解的话呢 对于 大家当义工也好 或者各位法事同学们 在 在这个 执行法营的时候啊 的确会有些保住的 所以 我实际上是说 我们下次 在下短步的时候 下午啊 下午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个 分组的方式 来进行呢 来做这个 演练啊 那至于 旁踢上的同学啊 我们 也是会让大家 在旁边呢 一起来练习一下 不然 旁踢上同学去呢 只看别人在做 有点可惜啊 所以 旁踢上的同学啊 旁踢上的同学啊 也是会让大家 这些时间给大家 来练习啊 所以 那个 刚刚 我们所画的 这些部分啊 到时候 会跟孙能法师 这边接下 如果 是校本部有的东西 我们就 校本部这边用 如果不够的东西呢 那就会从 我道场这边 会带过去 让大家呢 实际上可以 可以演练啊 所以 下次是先演练文再考 我们就实际上的 演练文再考 就实际上的 演练文再考 就实际上的 演练文再考 应该是 主要是两个吧 主要是两个吧 因为我刚刚说的 灾天的这种模式 因为灾天 大家真的比较少参加 这部分就 我想说 就不用让大家 花时间在这边 最多的就是 李燦 跟 夜口 这两个大概是 最常参加的 那所以我想说 原来是 但美组都要做这两个吧 美组这两个都要做 都要做 都要做 因为 李燦 李燦 大家几乎 常常会参加 宴口呢 宴口跟大摩山 其实很没同 只差别在哪里呢 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 面兰坛 对不对 对不对 面兰坛 我还没讲 刚才讲做法坛 面兰坛呢 是宴口里面有 但大摩山 就没有了 为什么呢 在大摩山里面 他有讲 前面的虚文 他有说 只需要设立一个 六道骨魂牌就好 不用设立面兰坛 为什么呢 第一个 他的遗轨里面 没有去面兰大士这个 这个动作 所以呢 他就不会设立一个面兰坛 否设立一个坛 不去那边拜 很奇怪 所以在大摩山是没有的 其他 那摩山很没同 还有呢 就是没有这些做法的法器 曼达盘 佛林 这些都没有 摩山呢 其实他就很单纯的 就像我们一般的 各位师父就常在 摩山诗诗 小摩山诗诗 这些小摩山诗诗 是大宗一起念 那么在大摩山诗诗呢 就被大家做下来 好 那在唱会的时候 大家一起拜 咒的次数变得比较多 集词而已 还有另外六段的开市 那其他 其实你整个去看他整个遗轨 其实跟无业当的农山实际 没有差太多的 事情说 是想请问一下 那个六道群里 你是放在土建坛那边 还是说另外一个摄影盘 很好 这问题呢 问题非常好 他的遗轨上面 他有写好 在主板的正前方 主板的正前方 主板的正前方 就是念了他的位置 他的正前方 而且他用什么 腰线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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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巾 绳子也可以 双 或者是绳子 什么绳子 都可以 都可以 只要是绳子或线都可以 他还会放下去 还会围起来 还会围起来 就是说 这个范围里面 六道鬼神他们来说 他们会在这个范围里面 拜佛 那我们大家 桌子 桌子的 就是他桌子 好前来 他的正对面 主板的这边 他会围起来 这个桌子 中间他放一下桌子 这里呢 就放 六道鬼神他们台位 然后呢 湘五四五 这样子 他大桌在广侧 就这个位起来 这个 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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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圍 不是圍著桌子 是桌子的外圍 就像這張桌子 差不多在距離一步的地方 這裡有圍起來 一方面也是提醒大家不要靠近 提醒參與的信眾不要太靠近 生人物盡 裡面就是眾生的範圍 沒辦法不要踩進去 那什麼時候才可以進去 結束拆掉就可以了 拆掉 結束拆掉的話就沒關係了 那就是擺設的人要怎麼辦 只要在儀式之前都沒關係 我們在灑禁之前 在衣鬼進行之前 無法的 你還是要放公平啊 要點香啊 對不對 這是OK的 但是衣鬼進行以後呢 就不再走進去了 因為這個範圍裡面啊 就是眾生他們需要的空間 那我們其他的一般的人呢 就是在兩側這邊 跟著進行儀式 它是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差別的 這個就是我們這裡 在板書底一場 在那個地下室的改設 地下室 地下室 沒有地下室那個是 那是米山 對不對 那個那個 對 硬孔 硬孔沒有這個 硬孔沒有這樣子的模式 對對 那個是大坦 大坦 大坦 大坦的模式呢 其實它跟這個蠻像的 大坦上面是佛像嘛 對不對 然後這裡不是面的菩薩嗎 然後這裡就放一個米山在這裡 對 但是米山跟這個結節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他在米山逐中是做什麼 其實它是現代 它是因為要塵凸顯 凸顯米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嘛 我們在做觀想的時候 從這個幾億米的觀想成 辨識如同山一樣 所以才做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形式 用一個現代化叫做 裝置藝術 用現代化來講 叫裝置藝術 它就是把那個壁死壁進來呈現出來 但是它的中圍 它是用咽口裡面的種子字 這些泛乳的種子字圍繞起來 因為它在觀想 我們在咽口之中 就有三十幾個種子字在觀想 那就用這個種子把這個圍繞起來 而且呢 有個種子字它不同的時候 它所放的光度一樣 所以用不同的豆子來做代表 主要是五種顏色 那圍起來就是加持 加持這個米山 這樣重生有個壽養 所以 我只能 我就稱它為 叫做佛教的裝置藝術 那麼它跟這個結界的就不一樣了 以剛剛說的這個大蒙山裡面 它圍起來這個軸 它是沒有這個東西的 它純粹就是身子圍起來的一個空間 但是這個空間也可以說大家不要走進去 有點像 法院 法院不是有那種被告席啊什麼的 你在裡面去你就給發言啊等等的 有一點點就是這個範圍 在做什麼用的 這個範圍就是要這樣六道做 在這個範疇裡面 那我們一般的人不要走進去 這個在東密比較明顯 就是東密在修法的彈成呢 它會用五色線圍起來 那也是一個結界的法 所以 大摩山跟葉口 有大一個差別就是 它沒有 變得彈 然後 同時呢 它也沒有這個慢打這些 法器 因為它我剛說 因為它是一般摩山施行的升級版 所以它就沒有這些比較密法性的東西 所以它就沒有這些比較密法性的東西 未來這邊就比較少 因為它是屬於顯宗的儀果 現在呢 大摩山呢 其實它時間不算久 它是近代清朝末年 清末明初 新慈大師所傳的 新慈大師他所寫的這個儀果 其實它就是把一般的摩山的升級版 那說包括六段的開示 也是大師他自己所寫的 那但是近代呢 尤其在台灣呢 特別流行 那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 你看光看這個 剛剛的燕口的布置 它有這麼多法器 那你就要想 要把這些都學會 你要花很多時間 你要花一點時間 而且呢 的確要有些天分 對不對 唱念的天分呢 而且你要唱得很熟 於是你才有辦法邊唱 邊處理桌上的事情 對不對 但是呢 大摩山相對來說 簡單多 相對來說 簡單多 甚至 我不會演法也沒關係 你只要會念就好 相對於 這個念口的事實來說 念口事實要觀想很多的宗旨字 不需要 不需要 他在觀想這些惡鬼眾 然後佛菩薩降臨 他的儀式被他講談 所以這樣子來說 現代的流行原因就是在說 易學 容易學 但你說這兩者之間 有沒有 俗優俗俐 我覺得 如果就理善來說 道理善來講 是沒有所謂優劣的問題 因為如果 你只要是一個 真的修行者 哪怕你就是 所以我自己滅據佛號都能夠 墮亡靈 出礙盒 對不對 那如果是以凡倫的話 我自己就會感覺 在念口事實 他的儀鬼 比較完整 比較完整 那為什麼說完整呢 如同早上跟大家說的 那個 那個韓國海映寺他們的那一本屬於衣櫃 很可惜沒有接受 因為都放在展示的玻璃櫃裡面 所以不能動 就不知道他們的內容 但是你想看一天能夠結束 他的衣櫃一定不會太多 但是如果他真的是所謂的 舊版的衣櫃的話 那麼他一樣要上貢下溪 一樣的 所以在宴口衣櫃裡面 他的上半臺就是這樣符合這樣的標準 上貢 而且他上貢不是我們像在做佛前大貢 用念的就好 他還要觀想 那他應該是要觀想的 那後半臺宴口才是死死惡鬼這個部分 那麼在惡鬼在屍死之前 他還要為他滅罪 還要恭請欺儒來為他加持 等等 他們很多的細節的衣櫃 所有自己感覺說 如果單純從衣櫃的嚴密度來說 咽口 那麼就這樣略生存 那只能說大貌上的苦變性 因為一滴大家都會念 因為這些裡面的精重 大家都很熟悉 那咽口 幾乎如果不是很熟悉的話 就幾乎那種停的 給他量 而且咽口它的翻譯 它的翻譯呢 比較接近 範圍 比較接近 所以他的發音的方式包帶一些字 有時候一般的來一下看不懂 有時候這個還靠口傳的方法 但是呢 在龍山裡面的這些紀錄獸 這個紀錄 你一直要參加過佛教儀式的紀錄頭裡面 所以這兩者就有這個很大的差異性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講 面倫堂 我剛剛講是做法壇的地方 接下來講面倫堂 面倫堂的位置呢 就是在一樣 就是剛剛畫的這個 六道區裡的位置 主坊的正對面 好 那我們現在因為便宜大家看 所以我就直接從上樓下畫 好 這裡呢一樣多些放菩薩的這個牌位 那至於菩薩牌要寫什麼呢 有的會寫教面倫菩薩 那但是呢 我們看經典上都講面倫 所以呢一般都會寫 這邊都是這個面倫大師菩薩 那麼至於膠面王啊 這個我就不知道它會出處在哪裏 因為經典上是寫面倫 膠面倫你才對一對出來 不過可能大家有密定俗成 有到場這些寫習慣嗎 或者是去意思吧 因為如果臉修起來 那臉就燒焦了 就焦面了 嗯? 這樣講得到嗎 好 那再來呢就是 面不是在前面 剛剛說的 那幾樣東西都固定 香 燈 等 花的話呢 本來放前面 但是呢便於 大家 那個放東西啊 花大部分都放到往後去放 比較不會佔空間 好 那面不是在前面呢 要放三杯水 那有時候啊 沒有三杯水 一杯水也行 好那麼中間的地方呢 就要放一半六壽菜 另外要四壞 目前呢 這是原則 但很有可能 因為產地的關係 或者是你的家具 家具的形式的不同 也有可能做一些調整 知道沒有什麼太大 沒有太大的關係 比如說有個地方比較窄啊 或者是有個地方它要屌成桌子 公菜一下就可以啊 也沒有關係 或者是四果這一一下就可以也可以 只要是看起來順一點就好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實際面在操作的時候 好做事情 比如說 香蠔都放上桌 那就比較好朝香啊 所以香蠔就可以放到下桌這邊來 諸如此類 我們只要這個原則 只要原則就行了 那面南塔呢 這地方還有一樣東西啊 就要在它旁邊這裡 預備 叫做六道烏滾台 那麽它就要放斜的喔 不是正面的喔 然後前面就放水飯 那如果是一絲 若因為煮髮的上去放一個 如果三大是咽口 那就要放三碗 這個水飯的數量 是以幾位煮髮的上來決定的 但其他的這些 對於面南補上的工具呢 跟工品呢 那是不定的 好接著呢 講超限檯 老師 老師請說 能說到群體這個 有沒有一個標準的寫法 你說這個嗎 還有 我們看了 謝謝 我 有 有 沒有 有 有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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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方法界、九種、十類、胡適、男語、孤魂等種 如果一排寫得下就盡量是寫成一排就好了 如果一排這個寫不下,還會比較小張,另外寫成兩排也無法 就是這個六道,不過我們看這個 那麼,超劍坦 它的擺設該怎麼做呢? 超劍坦既然叫超劍,那就一定是有關係到排位這樣東西 也是代表往生者的一個媒體 一個媒介 那麼這個媒介又排位分成兩種,一個叫利牌 比如我們就常看到一個牌子,它有一個架子,它是站起來的 另外一種呢,就是貼牌,直接貼在牆上一大張紙 會有這兩種 那麼,在貼牌呢,當然就看每個寺院,或者是它執行這樣法會 有它的空間來定 那麼利牌的話呢,大多就是有分總牌 分各牌 總牌呢,就是我們總稱 因為我們在寫排位的時候,大概做幾種類別 所謂的總牌出來 或者說,我這個 譬如說 新冠肺炎疫情,罹難的人民等等 這就屬於總牌,就不會去個別寫 那麼,個牌是什麼呢?就是所謂個別的 強調的,大多都是個共同組 譬如說,某姓的祖先等等 那麼,它這個部分就會比較很多,比較多的寫法 這好像上次有講過一次這回課程 好像在宣書那一次好像講到 牌位的寫法 那利牌呢,就是會放在兩側 中間是什麼呢?中間大多會共住佛像 至於共地藏菩薩 都不太一定 就看每個懂它的習慣 但我們台灣呢,我看 大多數都共地藏菩薩居多 好,那麼地藏菩薩前面呢,就共香五 好,這個香五 其實並不是共地藏菩薩 好,這項其實就是對於祖先的相遇 因為這時候呢,菩薩他只是在這邊作證而已 主要呢,菩薩是在中間,那個做法壇那邊 超見的,他只是菩薩在這邊作證 好,那麼牌位在這裡呢,如果是利牌 利牌的話,每個牌位前面呢,都會被水 那師父,好像有的那個大法會啊 幾十隻上百隻牌位,就一個月水 就看了,如果說覺得這樣太複雜 好,牌位真的太多怎麼辦呢? 那就在,因為牌位一定是排排站的嘛 很密集 我就在前面一排就出 就好了 外表不行 但如果說量少的話 量少就盡量是 能夠完全符合英國是最好的 好,接下來呢 就要放這個四國 那麼這個,在共王者的四國啊 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不成文的規定 當共佛的時候 它的果盤呢 要有正常 果盤要有假 那大多 共王者的呢 他們果盤呢,幾乎都是平的 幾乎都這樣子 那至於為什麼呢 其實也目前也長不到 只是知道說,約定俗成 大家變成習慣是這樣子 這個原因目前還不是很清楚 只是跟大家分享 共佛一定會有假 共王呢,幾乎都不用假的 就是平盤 好,至於其他的空間呢 好,至於其他的空間呢 就是放剛剛說的 共產 六盤 危機數 往上加 那另外呢 主石 一個 主石也是,譬如一盤或一鍋 都可以 好,那 那超劍坦呢 其實跟我們一般的超劍坦 其實是一樣的 我們一般法會的超劍的方式 也是大概這種拍法 沒有什麼態度的差異 那這三個坦呢 就組成成我們宴口依偉 三個主要的位子 一個主要的鐵三角一樣 主角 就是佛菩薩這一邊 戴火宣揚 滅南菩薩呢 是這個啟教的因緣 這個阿娜諸者 都是滅南菩薩的這個因緣 滅南菩薩提醒他 那麼超劍坦呢 那為什麼 有的人就說 師父啊這個 方念口 我的祖先吃不吃得到這個飯呢 各位先生知道啊 我們在儀館中進行 例如我們要消災或者超劍嗎 師死他的目的在哪裡呢 第一個 就是師死給惡鬼 於是呢 產生福 這個福呢 再分成兩個 一個 一個消災 比如說 我的家人生病了 但因為師死給惡鬼 福報很大 各位福報多大你知道嗎 佛羅斯在葉古經說呢 師死給你 如果能夠如法的師死惡鬼 跟共佛的功德一樣 哇 那個根本真超大的 所以呢 你這樣的福報呢 第一個 能夠做消災 第二個呢 能夠啊 超劫 那為什麼 為什麼超劍也能夠回向這個 王者呢 我們看地藏經 各位 師父們應該都讀過地藏經 那各位同學呢 有讀過就有印象 如果呢 我們在王者興亡的時候啊 能夠以 這個 種種的布施 回向給王者啊 王者能夠獲得福 對不對 各位應該沒有印象啊 但是 他獲得多少福報 洗了一半而已而已 所以呢 佛陀特別強調 大家活著的時候自己做 不要等到死後的 別人幫你做 你只獲得先機而已 其他呢 其實還是在生子在享受的 或者因為是他們做的 並不是你做的 你並沒有去實際上做這些事情 但是呢 是因為你來做 所以呢 你能夠分入被根 所以佛陀說 既然如此啊 那大家活著的時候 自己就好好修復到 不要等到死後來做 好 同時呢 我們在做的時候啊 也是啊 在超渡這些 惡鬼 也是超渡惡鬼 所以 包括王者 後面的詩詩 回向的時候 成是上帝回到六道一切中生 所以呢 它是產生一個什麼 循環 所以燕口是離去了它的 蘇生之處 好 那就 燕口的這個部分 各位同學有沒有 任何地方 是 跟我們一起說 老師 那個 老師剛才有說 要到群民那邊要圍起來 你說那個蛋黃山 對 那圍起來要怎麼 原則上 不是大公司會去上香 對 那你就不能進去 還是可以 原則上的話 我會建議是 直接上一共香 就直接共香 對 一夜那種共香 因為它一燒下去 就是直接 時間就夠了 那所以 原則上是如此啊 那如果真的說 我就是 香真的沒有共香 或者香洗掉了 那種香還是去上 沒有關係 因為鬼子都可以知道 你在做什麼 那麼 他圍起來 目的他其實就是 告訴其他的 性狀 性狀 不要 不要隨便跑進去 那那個 那個 那那個 到沒有 到沒有 是高雄 甚至呢 他這個 他不是想獻 他是用 神 說 神 他用神來 來劃分的 那想請問一下 就是 六道群嶺是另外設一個塔 那個 那祖先那邊 那這樣合 大龍山的話 是要到六道群嶺這邊上仙 還是到祖先這邊上仙 到祖先 到那個超劍嶺 超劍嶺 到超劍嶺那邊 所以膠面這邊不用 他沒有膠面 他只有 那個六道群嶺這邊不用是嗎 對對對 就沒有過去了 是 不過喔 在一開始的時候 和尚呢 在那個 大龍山屍嶺 一開始他有個撒進 也就是結界的 那麼 和尚在撒進的時候 他就會整個 包括連這個六道群嶺的人 都一定會去撒進 他等於有點 類似做結界的人 改名 在裡面 所以他就沒有再去 有個 就衣櫃裡面 沒有說我要到 丟到群嶺那邊去做 食食 或者 完全沒有 好 沒有外面多 可以拆 好 好 那麼曾經呢 有同學問過一個問題 就是排位嘛 排位這樣子的這個 這東西呢 它到底怎麼去 定義它 所以佛教真的有那麼強調排位嗎 那麼各位知道 排位事實上 它一開始也不是佛教的 有一個產物嘛 你看佛陀時代 連書都沒有 完全靠口口相傳 你後代 開始有文字的記載 才記載在備業經上面 因為古代沒有紙啊 各位知道 古代是沒有紙的 在三千多年前那時候啊 你看耶穌以前的聖經是叫什麼 兩匹券 你要看 各位知道嗎 用兩匹記載的 那更何況是 在印度 印度的那個社會裡面呢 頂多那個是什麽 什麽 什麽 是到後期呢 才開始有備業經 嘛 用刻在那個樹葉上面的 所以 就不可能排位這東西 那為了 到這個華人地區 為什麽有排位的行程呢 第一個啊 在以前 以前的這個時代啊 假設親人啊 親人過完以後啊 他們會做那個雕像 用什麼做呢 小木頭去刻 好 刻一個雕像 然後呢 隨身攜帶 這有點類似說 追思啊 追思的這個概念 那可能不會刻得很像 那可能後面就有個 比如說 什麼 什麼父親啊 先父 某某大人啊 然後母親 誰誰誰 這樣子 那問題是 一代可以 第二代呢 那 爸媽結婚了以後 兩代的東西帶著來洗 到第三代呢 越收集越多啊 這不是收集公仔對不對 那麽多的雕像怎麼辦 我就根本不認識 這是誰啊 於是呢 衍生的一樣東西 就叫排位 那以前的排位呢 不是紙的 是木頭的 木板 木頭的排位 那所以各位如果家裡 有的可能還有 家裡有公的 公媽吧 有同學家裡還公的嗎 也有啊 那有的 比較年輕一代就沒有在公這個 有的呢 就是把家裡的地方 或者是信仰物體 就把他送到寺院去的 那傳統呢 都有這個 公媽 那這個公媽裡面呢 我們的華人 就是發揮了巧思 因為我們一代在傳啊 大概就傳個兩三代 大概就分家了 所以那公媽裡面呢 它就有一個厚度 裡面就發現木板 於是每一代每一代呢 它就會寫 大概寫到第二代 第三代呢 就大概就分家了 所以就重慶再來一次 只有我看過一個 只有什麼呢 就是從 它真的很 可能這一家 會非常重視這個部分 從大陸的時候 就開始記載了 那 所以到近代的時候呢 它的木板已經不夠寫了 那木板不夠寫怎麼辦呢 剛好現在 科技就開始出現了 就用紙印出來後呢 用戶背交給戶背起來 那就薄了 變成薄了 然後它就可以放得更多 那麼這個牌位喔 如果只在家裡供還好 問題是啊 像如果參加法會的話 就麻煩了 很麻煩 就不太方便做事情 於是呢 就衍生出紙牌位 那麼紙牌位就完全是 應用有衍生出來的 一種物品 所以 所以 只要是臨時要用的 不是放長久的 用美化 可以化掉 就像說 如果你的 長輩往生後 不是會 那個 騎鈴嗎 就是第一支牌位 紙牌位 張醫師都會幫我們準備一支牌位 然後呢 一直放到死的時候呢 槓王 河魯 一直到槓王的時候 才會把那一支紙牌位化掉 但你看到 如果那支牌位是木頭的呢 一個人要燒也不好燒 燒不起來 那紙牌位 打火機一點就燒掉了 所以呢 衍生出這樣子的牌位以後 的確 對我們 後代的人 業力性 大大增加 同時 如果說 完全都要木刻的 那我去在家 我去在家到場的法位 那你就會 刻一堆牌位 給 到場燒嗎 對 所以 紙牌位的確是 比較好用 它的流動性高 數字性比高 但是你看到像 日本 他們現在就還保留了一個傳統 他們叫護摩 他們做香災 護摩其實就是香災意思 他們在做護摩這個 遺鬼的時候 他們就燒木片 各位可能都看過 你就看到那個 日本的河山圍起來 然後燙了 就在燒 大火 然後就木片捏捏了 然後他就丟進去燒 他就藉由這個 佛不上的加持力 把他的業障消掉 那燒木片 所以 這個相對來說 他的整個配套 所以就要做得好 包括 在寺院裡面 他的排風 所以想說 他的移民都有裝抽風機 不然你看如果在室內燒的話 各位 燒木片 燒木片 燒木片是代表 是有一些水分的 會不會有煙 會不會有煙 但是奇怪我就看 那些照片上怎麼都沒有煙 可想知道 他裡面的抽風做得很好 只要他需要這樣的東西 他就會把整個配套做得完整 否則每個和尚一直在流眼淚 根本就做不下去了 所以日本還保留這種習慣 但是呢 在我們漢傳佛教 已經轉化成那種 指排位的這個模式 好 那麼他的轉變過程是這樣子 是我們佛教到後來做消災 做祈福的 我們必須要一個異象的東西 把我們的那個情境投射上去 所以排位它就形成這樣一個需求 我現在的時候 當我看到我的名字 或者親的名字立在這邊 就會覺得他佛光駐造者 那麼當要做操作的時候呢 長輩的名字 親目好用過世的人的名字 現在這邊會覺得佛力超見 我們有一個激情的這種功能 那麼所以我覺得排位在現代 它已經變成是一個 我們跟佛國善之間的一種媒介的 那至於說它到底有沒有用呢 還是難去打 我覺得一切為心臟 一切為心臟 那是否就是代表 那個鬼魂住在那個裡面呢 原理上說不是這樣子 如果原理上是 你就讓它住在這裡面了 這樣子邏輯就說不通了 我倒覺得說 它會變成是一個什麼 就像毛代的群組一樣 那群組上面有各個名字嘛 對不對 至善老師點進去以後 發一個訊息給他 他就申告 那代表至善老師在那個群組裡面 咦? 他就在裡面他才收到訊息啊 但是他的人有在裡面嗎? 並沒有 他只是一個媒介的人 就像帶著群組 他也是一個媒介 但是他不能完全的代表至善老師 各位這樣理解 所以同樣的 排位也是這樣一個功能 它是一個媒介 但你擁有這個媒介 你就能夠把我們希望能夠祈求事情 投射到上面來 所以排位呢 最後一個功能 我覺得還是在看我們的戲 但我也聽過很多的一些例子 以前在那個年月三四的時候 我就聽李英文講 但是我不知道說他的夢是真的還假嗎? 他說有一次我做夢 夢到 夢到他的爸爸跟他講 你怎麼給我做到那麼小的房子 爸那天兒就很奇怪 他就去找 真的剛剛爸爸的排位 在小排位區 然後就問師父 師父啊 那為什麼我爸爸寫在這邊 因為你那時候說到最便宜的排位 所以就介紹你寫小排位 那趕快換大張的 但我就說這個 我不知道他是 是不是真的 這我就不清楚 只能說 就這個例子就可以知道說 的確一切為心臟 包括我剛剛講的 趁你啊 小金座啊 這種事情 有的人說 他有收到 各位我相信各位都有 大概聽過一些這種 所謂的都市傳說 有的人說 他可能燒過以後 他就感受到了 這些事情 那我覺得說 到底有沒有 真的一切為心臟 很有可能 是我們生活在江區的 對這個東西 產生了一個執著 於是呢 我對這個東西 認為它對我是有幫助的 於是 在你的另外一個世界的時候 你在另外一個平行宇宙裡面的時候 這個東西對你產生功能 就像我在舉個例子 我們現在的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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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啊 在一百多年前 或者一百多年後 可能我們現在的這個新台幣 已經失去利益了 但是 在現在有沒有用 在我們現在的世界 是有用的 因為我們在這 認同 這個東西是有用的 但 如果你去一個 跟台灣沒有邦交的國家 或者說 他跟台灣沒有這種 拜會的關係的國家 你拿台幣出來是沒有用的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大陸的時候 拿台幣要跟人家換錢 他不大想換 他換的目的在哪裡 他們只是對台幣很有興趣 想看看台幣是怎麼樣的 他還跟你換 否則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三通 那時候只有那個 叫什麼 要從香港 裸國進去 還不是想三通 那時候連想三通都還沒有 所以你要建大陸 一定要從香港 裸國這樣進去 所以 那時候台幣 對他們沒有這種 直接的換匯 所以台幣在那邊 就完全是 可以說是沒有用的東西 可以這麼講 你只知道 你一直在香港 在香港換港幣 或者在香港換人民幣 然後帶著錢 到裡面去 那時候他們最想要什麼呢 美金 因為那時候他們正在開放 正需要這些外國的東西 所以美金 他那時候是很搶手的 所以你就發現 我們現在認同的東西 在另外一個空間裡面 固定是被認同的 完全是看 我們怎麼去 定義這個東西 所以 這個所謂的指前 也就是蹭移的部分 在佛教裡面看 它就是一個儀式 完全只是表達 我們心意的一個目的而已 這個很簡單的問題 佛舟上面的水 是應該放在香爐的前面 還是後面 一般 剛剛我們現在講到 一般都是放在佛像的前面 是 對 一般都放在佛像的前面 但是都做上下工作 那有時候可能 有的家庭不一定有上下工作 他可能就放在香爐前面 為什麼呢 因為香爐後面是佛像 去春美高 於是就發現 下午幾個手才碰得到 所以 其實上或下 沒有很強制的威力 只是說 大部分如果 上下工作的話 這個水就會供在佛像 我們參考一下 休息一下